嗯 嗯 李超我家到了 嗯 你又到家了 你口渴不 要不上楼里倒点水喝 啊 不不我刚来的时候 在家喝了一瓶矿泉水呢 哎 你刚刚不是说 你手机没电了吗 要不去我家冲会电 哦 刚刚确实行 不过了 我有充电宝 哎呀 李超 啊 我家 刚买了个奇梦思床 你要不要上去试试 哎 不用试试成试 我家你先买的信 那床睡上去 特别软 好吧 那你快进去吧 好啊 啊 幸亏没有进去 要是让我知道我有叫气 还有呼吸 那可就不好啊 嗯 老婆大人啊 把自己打扮得这么漂亮干嘛去呢 我晚上要看到高中中学聚会 行呢 就是晚上啊 早点回来啊 嗯 知道了 老公 怎么了 你过来帮我选个口红颜色 你过来帮我选个口红颜色 你看啊 老婆啊 你这口红就是一种颜色红色嘛 有必要挑嘛 你呀 ��분 你啊 这两只颜色能一样吗 这几个颜色能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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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清楚了没有 你就是个色毛 都是一种黄色 能几个男人能分得清楚 你们这些男人 永远都不知道口红对于我们女人有多大体力 老婆 你这化妆都化了一个半小时了 最后别迟到了 快光 这衬衣上的口红印子是谁的 我不听你说什么 我只要知道这个口红是谁的 我不算是 我停 我告诉你 我超喜欢这个口红 我爱是他了 你必须要找到这个口红是谁的 然后给我问清楚口红色号 要不然你我等着跪错完吧 真好 我妈这是给我出的什么底啊 好难呀 怎么也打不出来 小姨子 闷闷不乐的 怎么回事 结婚一下班回来吧 我看你一个人闷闷不乐的在这坐着 也不说话 怎么了 今天我想问我妈要五百块钱 我妈说想要零花钱必须要回答出她主题的问题 这课把我难怪了 你说你都这么大的人了 还问你妈要零花钱 你妈可是老师 出的题估计挺难的吧 你和姐夫我说 姐夫帮你想一想 姐夫啊 可不如我小瞧你 我妈出这一题特别难 我想了好久都想不出来 我觉得你也猜不出来 到底啥题啊 脑筋急转弯 啥 脑筋急转弯 脑筋急转弯 我最近看了好多脑筋急转弯的书 肯定知道答案了 来 你给我说说 什么题 我妈问我 世界上最高峰是什么峰 你说我哪能知道呢 我又不是世界上最高的峰 真是问你这个问题太奇葩了 哎呦 你傻 这么简单题 你都猜不到 不过嘛 你们也知道 你姐对我的工资管理空特别的严 你给我二百块钱 我就告诉你正确答案了 两百块换你的答案 我一共才问我妈要了五百 你直接就问我要两百 我不告诉你正确答案 你们连一分钱都要不出来吗 五十爱要不要 行行行 五十就五十 怎么跟你姐姐一样抠门啊 那你现在告诉我正确答案吧 那你听好了 正确答案是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 也就是早分期 俗称早高峰 这就是正确答案 这就是最高峰 对呀 早高峰就是最高峰 姐夫 你这答案不对吧 这咋能不对呢 早上七点半到早上八点半 是不是最高峰 是啊 高峰期是不是上班的人和上学的人特别的多 所以会堵车 对呀 所以不是早高峰 给钱吧 等等啊 我又没钱 我正问我妈要钱的 哪来的钱给你啊 你等着 我现在就向我妈要钱 哎 你这不免费套我答案了吗 才不是呢 我得先问我妈这答案对不对 对了才能要上钱 等我要上钱 我就给你啊 这小丫头是吧 做啥来的 哎 我姐夫还真说得对了 真是早高峰啊 我妈把钱也赚给我了 可是我不想给我姐夫 想吃饭饭呢 咦 有了 怎么样 对了吧 该给我弄不太钱了吧 嗯 不对不对 我妈说不对 怎么可能不对呢 你妈没告诉你正确的案吧 笨蛋 是晚高峰 这早高峰 晚高峰没区别啊 这哪里不对啊 让这丫头给靠了 臭丫头 我等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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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行 我这工资卡老婆管着 哎 这怎么办的 这小点办了 哎 有了 哎 这款包不错哎 哎 这款也很漂亮 哎 这要我怎么选啊 哎 对了 我可以让老公帮我买包呀 这样我就不用纠结买哪一款了 让他逗给我买了 这样不就行了吗 我真聪明 哎 这小子 哎 有了 老婆 老婆 怎么了 老公 我做了个美梦 我也做了一个美梦 你先说说你做了什么美梦 啊 啊 啊 老婆 女士游戏 你先说 嗯 那我就先说了 嗯 我昨天梦见你为了哄我开心 给我买了好几个我喜欢的包包 老公 你会不会哄我开心呀 我靠 这老子基本上抢了我的孩子 这我干什么回来 对 有了 老婆 其实梦都是反的 你这个梦是告诉我 咱俩以后一定要勤俭持家 一定要把钱花到刀刃上 勤俭持家从我做起 从明天开始我一包烟抽两天 哼 我这也泡汤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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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